2月28号,国新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副部长刘晓明介绍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问。 自2014年开工建设以来,北京大新国际机场的动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到目前为止,机场总体基本建成,机场内4条跑道全部贯通,航站楼也全面进入装修和机电安装的阶段。 东航和南航基地项目的五大功能区,全部实现了主体结构的封顶,部分项目已经实现了封围,空管提前实现了西塔台的结构封顶,飞行区空管设备的安装已经全面展开,航油管线近期也将全面贯通。 所以大新机场的工程建设,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李小鹏对大新国际机场的工程定位也做出明确描述。 北京大新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是国家的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是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际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它主要依托东航南航等主基地公司打造功能完善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李小鹏表示,就目前而言,大湾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下一步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这个中央的部署呢,我们交通运输部呢,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发展的实施意见。 李小鹏表示,实施意见中有七方面的重点人物。 一是推进对外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的建设。 第二呢,就是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 第三呢,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 第四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机场群。 第五呢,就是提升客户运输的服务水平。 第六,就是提高交通科技创新的能力。 第七,就是建设绿色生态交通。 李小鹏说,交通运输部将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持大湾区发展。 第六,就是建设组合交通运输的服务水平。